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绝对足够吸睛 我们知道2020年人们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互联网巨头能够别惦记几款白菜的流量经济 而是回归纯粹的技术创新 用自身的能量去探索科技的星辰大海 而过去一年不断升级的半导体风波已经证明 芯片不仅仅是科技领域的明珠 更是国家博弈中不容有失的战略高地 以及资本市场的财富密码 除夕前的两天 百度成为了科技新闻中的主角 第一则新闻是市值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另外 百度在2018年发布的自主研发的AI芯片 百度昆仑 2019年流片成功 2020年量产 目前昆仑一量产数量已经超过2万片 昆仑二正在研发当中 预计于2021年上半年实现量产 性能比昆仑一再提升三倍 在此基础上 百度要成立一家专门的AI芯片公司的消息 顺利成章了许多 在芯片的利好加持下 百度的股价在此应声而涨 近一两年来 百度在夯实移动生态和发力AI上的努力 有目共睹 那么造星对于百度而言 其重要性又有集合呢 百度的芯片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目前百度一共推出了两款芯片 除了上文中所说的昆仑外 还有一款名为红湖 虽然在2018年的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 百度创始人 董事长兼CEO李彦宏 才宣布推出自演AI芯片昆仑 但是百度最早在2010年开始用 FPGA做AI架构的研发 2011年开展小规模部署上线 2017年部署了超过1万片FPGA 得益于其用FPGA做AI加速的积累 也得益于其在软件定义加速器 和XPU架构的多年积累 昆仑芯片的定位是通过AI芯片 目标是提高高性能 低成本 高灵活性的AI芯片 根据雷锋网的报道 百度智能芯片总经理欧阳健 在分享中说 相比GPU 昆仑芯片的通用性和可编程性 都做得不错 并且我们还在努力把编程性做得更好 所谓通用性 指的是昆仑可以支持 全部的AI应用和场景 一编程指的是 可构建软件生态护城河 在百度的AI布局中 这款高性能的AI芯片 使得百度大脑 具备了更完备的软硬一体化能力 形成了从芯片到深度学习框架 平台 生态的AI全战技术布局 非讲 百度大脑等AI软件算法框架 平台所展现出来的人工智能软件技术积累 也是经年之功 这两个软与硬的重型武器 才成就了百度AI芯片的自主研发之路 鸿湖则是一款专用的语音芯片 该芯片是专门为智能家居语音交互 智能车载语音交互 以及智能物联等场景设计的超低功耗 原厂语音交互芯片 2019年7月 鸿湖在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首次亮相 这款芯片具有原厂阵列信号实时处理 高精度超低误报语音唤醒 预线语音识别等核心能力 百度利用端到端的深度学习建模基础 实现了直接提取声音特征传到云端 改变了智能音箱过去需要占用主芯片计算资源 处理速度慢的问题 也实现了高性能语音体验和极低成本智能硬件的统一 除了性能优良外 鸿湖的特点是低功耗和低成本 鸿湖芯片在小度智能音箱上的平均待机功耗只有100毫瓦 小度智能音箱2 红外版内置百度鸿湖芯片后待机功耗减少了90% 这款芯片完全符合车规标准 还可以运用于智能汽车上 2019年12月 智能车联正式推出 上面搭载的就是鸿湖芯片 另外 百度在自动驾驶方面动作不断 此前的1月11日 百度宣布正式组建智能汽车公司 以整车制造商的身份进军汽车行业 吉利集团成为新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 从自动驾驶 车路协同 智能车联再到整车制造 百度意图构建更加完整的智能汽车生态 2月9日 百度阿波罗正式进军广州黄浦区 双方联手打造的服务多元出行的 自动驾驶MAS平台在当地首次公开 百度部署40余辆五人车五种车型 为区域内市民提供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 百度造星并不是一上来就奔着门槛最高 对硝烟弥漫的高端移动芯片战场而去 那里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 没有来自产业链 终端市场 技术体系等的充分支持 贸然进入只能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消耗战 百度昆明 鸿湖系列都瞄准了云计算 ALOT等这些方兴为爱的领域 有着不断扩张的市场规模也带来了产业变革的红利期 站稳脚跟就能够快速进入正向的技术投资回报周期 随着美国商务部在2018年突然宣布 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零件的命令传入中国 在芯片上被卡脖子的危机就逐步笼罩在中国企业的头上 中国的大量芯片供应依赖于国外企业 其中大部分人是美国芯片企业 此后 大疆 华为 小米等等国内企业 纷纷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制裁和封杀 中国所有企业头上都选着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 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谁也说不准 不仅是制造业受到了严重的芯片供应限制 就连相关的芯片工艺都没法进入中国 卡脖子一部分来自高精制造环节 比如华为海斯的麒麟系列首当其冲 外国芯片制造商不得不停止为其进行高制程芯片的代工 而另一种卡脖子则来自于底层软件 比如芯片设计都需要用到的EDA等 大部分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自主知识产权的替代 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 面对的智肘之处还要更多一些 举个例子 作为全球搜索巨头 谷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知识 这使得其也成为AI算法领域的领头者 同时也为AI芯片的基础研发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基础 方言中国互联网和半导体产业 能够同时满足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芯片交集点的企业只有BAT 给这些企业又增加了一把动力支援的是 在全球范围内 芯片供应能力出现了显著下滑 但是用户对于电子产品的需求并没有减少 缺心 首先在2020年下半年覆盖了汽车产业 到了2021年 关于芯片供应短缺的事情也成为了智能手机 智能安防行业等多家公司共同头痛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在AI时代下 传统芯片已经无法满足互联网爆发的算力需求 深度学习的基础就是需要更多的数据训练 更高的算力支撑 此前在雷锋网的报道中 地平线的创始人于凯曾说过 制约当前智能汽车发展的核心瓶颈 就是车载AI的算力不足 算力就好比智能汽车的脑容量 自动驾驶每往上走一级 所需芯片算力就要翻一个数两级 要实现完全自动驾驶 我们需要在四个轮子上 搭载天河二号级别的计算能力 算力是支撑智能化的根基 如果算力跟不上 再好的算法也无法支撑其功能落地 既然其他人提供的芯片无法支撑 那么自演芯片就成了那些拥有先进算法 和强大计算能力的互联网公司 自然而然的选择 而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百度 未来最重要的业务支撑 有一句话说的是 AI是百度的最后希望 那么芯片一定是百度未来的重要一环 供应减少需求强盛 再加上自身发展需求 芯片对于百度来说 已经成为了重中之重 昆仑和鸿湖都已经自成体系 那么成立一家独立的AI芯片公司 为最核心的人工智能业务保家护航 已经成为了百度的当务之急 有业内人士表示 基于百度的硬核科技能力 它在未来大概率会成为类似微软 特斯拉这种深度介入万亿级产业的 生态创新巨头公司 千亿新高之后 百度AI价值持续释放 百度的上升空间将进一步打开 股价和市值将持续攀升 驶向星辰大海 2020年的芯片领域 汇集了令人百感焦急的战火 以及各式各样的突围动作 而互联网巨头们的相继加入关 则让我们看到了风云变换中的不变 纵然山长水远 只要科技创新的闯关脚步永不停止 那么胜利就已写好了结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